嗨,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t 今天市场三大指数强力非常努力的向上走了一个很强势的拉升 纳斯达克是新高的行情 纳斯达克我们看这个图形它是一个强力的突破行情 连续三天是非常强力的向上的这个拉升 那我是没有预料到它能长得这么猛烈的 这个没有预料到 但是我们上个周只知道不能再持有UXY了 所以我们及早的把UXY的仓位给它止盈掉了 然后我们也没有再去开仓其他的仓位 上个周就观望了一下 然后道琼斯是一个很强势的这样一个上升趋势线 它没有做任何的趋势线的改变 我觉得还是看图说话 看图说话 道琼斯这个地方不跌破这条趋势线还是看涨 现在大盘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真的是谈做空 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纳斯达克他未必他已经再挑高了 挑高之后它也许会回调 然后再继续往上涨 也许以盘带跌再继续往上涨 这个不是很清楚 Anyway就是上升的趋势线 目前这是它全新的一个节奏 这个节奏不改变的话 我们是不可以做空的 除非我们看大盘一直往上涨 然后UXY在前期的低点 差不多是假如说22.5左右的时候 徘徊不动 我们倒还有可能来尝试一下 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个人是没有什么观点的 但是我也不会去追涨这一波的大盘商量行情 这个上个周我们都讲过了 就是大盘如果你继续往上涨 我不追涨 但是我们有航空 咱们之前一直买的这些航空股什么的 这都是一直持仓的 所以你说今天大盘往上涨的话 波音的商量的福利我们还是有的 所以航空股还是没问题 这个我就不谈了 航空股是无论如何 无论大盘是怎么个pullback法怎么回调 航空还有波音都是账户里面必须会持有的东西 这个是我一再强调的 那会员你们看到我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好 这个就不说了 今天像amd netflix 什么还有亚马逊 长得都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完全也没有兴趣 是长得都很好 但是我也没有去做多 那不追涨 因为你假如说你想想上个周你做多了 看一下今天大盘新刚 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take profit 对吧 减仓或者说全部卖掉止盈 那咱们现在今天的咖咖一顿在开仓做多的话 能够等着被人套吗 是不是 所以不会给人家去接盘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机会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去做一下短线交易的 比方说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早上在这里 我们看到强力拉升 也感受到了纳斯达克的一个强势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进场了 特斯拉的操作 不是这里 好像还不是这里 再往下一点 在这块 我没开Sink of Swim 这个地方开了 差不多就这块 然后我们这块或者这块 然后我就一路上涨 涨起来的时候捡过半仓 后来再涨起来的时候 剩下仓位就全部都离场了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仓位开的也挺大的 因为上个周空仓一数回来 我是半仓不到半仓的这个航空股 剩下的半仓的资金量就很大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开这个特斯拉的时候呢 就直接就开了两百股 所以你想想两百股的特斯拉 我们涨起来先减了一百 后来再涨起来又减了一百 就整个拿特斯拉做了个日内 就有个两千块钱的利润 所以特斯拉走盘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呢 今天日内呢 今天的交易不追涨大型的科技权重 也不去更不要提做空的事情 也许明天会有做空 这个我先不讲 我是讲今天 我是全方位的抄底的中概股 就全方位抄底中概股 今天最好的一笔交易 是我们今天早上一上来的时候 在这块 把YND抄了 差不多就是10块6毛4左右的位置 我们把YND给买了 我不能保证 假设说明天YND是涨的 我不能保证 我不卖它 所以大家今天看了节目之后 你明天再来买完 我不敢保证 同时呢 今天我们全方位的开了阿里巴巴和京东 买了阿里巴巴的期权 京东的期权 都仓位整个进行了一个调仓配置 调整 小小账户这边 我也整个开了短期的阿里巴巴的 短线和京东的期权 然后长线的期权也开了 就买到了2023年的这个 整个重新布局了一下仓位 然后这个YND呢 我们今天是开了4000股 8000股 不好意思说错了 8000股的YND 所以整个 你想YND的今天的回报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说今天晚上 恒生怎么走呢 不知道 但是仓位是开了 这个地方的盈亏比 是比较好的 而且短时间之内 也有顺势继续反弹的迹象和可能性 毕竟这个地方的话 一个是前期的重支撑 然后走出来这么一个起明星的形态 我觉得反弹上攻 继续奔着这20天均线 尝试一下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今天我们是全面抄底了 YND的一个行情 好 这个周五 Jackson Hall 他会有一个meeting 就是这个六星期五 然后鲍威尔会讲话 但是我今天早上和会员们聊的时候 我看会员们讲 说 这一次好像英国 欧洲 央行都不参与 虽然是线上的 但是他们也不参与 那这个样子的话 我感觉可能也就没那么有力度了 现在周五的事情 周五再说了 周四再说 咱们今天先不考虑这个事情 他是周五上午的10点钟 会讲话 我想来肯定会提到货币政策的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谨慎 然后今天的市场 最波动的东西 还得是特斯拉 特斯拉这个地方来回的 在铺 不对说错了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抗空 达到了1100万的美元的期权抗空 但是后来盘中有那么一段时间 阿里就哔哩巴拉的一顿开始往上涨 就是这里 我是盘中时间段 反正我们盘中时间段进场 阿里巴巴之后 他有一段时间在这儿涨起来了 这一段上涨的时候 你就听着电脑里面 就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一顿响 就来自于Floelgo上面 阿里巴巴的Sweep的扫单 大单就进来了 就啪啪啪进来很多很多单子 一下把阿里巴巴的做多仓位 超过了今天的空头仓位 不过今天市场最牛逼的是NVDA涨了1,700万 这个也挺厉害的 今天市场当中还有几个比较秀的 IWM IWM的今天也比较秀气 比较秀气 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他有那么两个超级大的put 好像加起来好像有个900万 这个是小盘股的 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同时间进来的 10月15号的一个看跌 在219的时候 他们买了209的执行价格 因为已经是金黄色的了 就已经是确认了 是一个买单了 看空的这个单子 然后他们买了是 三月 不对 360万加510万的 就是870万的这个看跌的仓位 买到了10月15号209的strike 一般情况下 金黄色的代表 就是比较准确的看多 比较强力的向上的一个看多 反正你们看 就是看空 说错了 应该是看空 比较强力的这个多头的put 看空 看跌小盘股 反正你们感受一下 我的经验 反正我不太信 因为我不是没跟过 我曾经做过试验 然后10个金单 我好像没做过10个 好像是6个金单一起做 我感觉胜率也就五五开的样子 所以没有那么好 我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但是这市场发生的故事 我告诉你一下 所以不是不好用 可以起个参考性吧 好 这边黄金 我刚刚没讲完 就是在这个地方 一开始抬头的时候 是噼里啪啦的 这个期权单就全进来了 和正五是一起进来的 然后黄金今天涨得好 主要是今天原油涨得太凶残了 涨了5.47% 前两天打到200天均线的位置 开始有一个反弹 原油的反弹的压力点 在这里差不多是66块3的样子 黄金美元原油 我最近是不太想碰的 你都不明白 这个周五鲍威尔的讲话 会对美元起到影响 美元有了影响之后 会进而影响到黄金和原油 我没什么太强烈的观点 所以我这个地方 就不去多加赘述了 好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交易和今天的操作 所以我们上个周是看空了 但是看空之后 一看大盘 这个很强力的反弹行情的话 我们立刻把空头仓位给止盈 止盈之后 虽然没有去进场做多 但是我们依然参与到了 今天市场上涨 我们早盘做了特斯拉 所以整个今天 我们的收益还是非常漂亮 今天的收益还是非常好的 上个周跟大家讲过 我们在尾盘买了一个疫苗股 然后我和Jason老师一起买的 我看Jason老师买了 完了我跟他的单一起开仓了 所以这个单子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收益 涨幅接近10%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收益还是非常漂亮的 YNN中概股 你说是波段 还是说接下来 我现在也给不了大家 晚上看看香港 因为今天我们建立了起来了成本优势 搞不好明天还加仓 所以要看情况而定 所以我们走着看 所以明天的节目会跟大家再去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 我们怎么处理这些中概股的仓位 因为今天开了太多中概股了 所以明天势必会有部门的减仓 take profit 一旦涨了的话 如果亏钱的话 再调整 再调整 大家有问题的话 或者想看我们实际的喊单 试盘的喊单 跟上比如说早盘的特斯拉 就这种的有日内交易 或者是实时的对大盘的方向 有一个直播上面的判断的话 直播上面的下单的话 大家可以扫微信 然后找客服 然后他们都会帮助到你 这是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一切都会帮大家去解决问题 行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